早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1月10号的百格晨报 我国29岁效力槟城足球队的前锋法伊兹 打败了众好手夺得普斯神奖最佳年度进球奖 成为亚洲第一人杨威世界足坛为大马创造历史 法伊兹是在去年2月16号在大马超级联赛对垒彭亨队时 以一记32公尺超级香蕉自由球破门 引起国际足台的关注 并且在今天凌晨从前巴西球星罗纳多手中 获得了最佳年度进球奖 由于得奖结果今天凌晨才出炉 不过新报头版即使把这份消息刊登在报纸头版 恭贺我国的英雄 接着在新海峡时报 头版独家报道反弹会昨天派出一组人马 到马六甲首长伊德利斯哈伦的办公室 向他录取一份笔录 以便协助调查一宗跟首长办公室有关的案件 另外两家马来报在头版都刊登了 首相纳吉在长月几会上 针对反弹会最近扣补公务员涉嫌贪污事件 提醒公务员不要夺取属于人民的利益 不过首相纳吉的这番谈话 社会组织似乎不买单 反贪污与彭党主义中心的创办人 新地亚发文告表示 希望纳吉以身作则 这是打击公务员贪污最好的方式 更用中文谚语上梁不正下梁歪来形容说 如果纳吉要公务员清廉 那么他就该做出好榜样 同时他也促请纳吉交代流入他个人账户的政治现金 而进行盟2.0主席玛利亚成也抨击纳吉的言论 不负责任 因为他从过往的任何交易当中窃取了人民的权益 他提醒纳吉行动胜于雄变 不然他的声明非常讽刺和虚伪 另外YNDB涉嫌洗钱案件的调查 如今继美国、瑞士和新加坡之后 再有一个国家加入 让国际对YNDB的调查再度扩大 根据澳洲人报报道 澳洲联邦警方正在调查当地 是否藏有源自YNDB的不法资金 而澳洲的联邦警方 也正在协助瑞士、美国和新加坡当局的调查 以追查YNDB被窃取35亿美元资金的案件 报道指出 尽管首相纳吉坚持他是清白的 并且在美国司法部提出民事诉讼 充供YNDB10亿美元的资产之后 纳吉也在去年的7月 转向和中国成为国际盟友 但是澳洲当局的行动 肯定会加重纳吉的压力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